封臣岳将军大胜东罗国 王上体恤爱将 特命十日之内即刻入封都 接受封赏 亲此 谢王上 臣 接旨 恭喜封将军 不过这十日转瞬即逝 还请将军速速准备 要是误了时辰 那可就是抗旨了 明白 明白 公公周撤劳顿 赵叔 在 带公公洗漱用膳吧 公公请 将军 终于可以回封都了 封都有什么好 还是这里自由 这里美 封都当然好 陈月 这明明是受封 却要你十日之内赶回封都 这行程简直是折磨人 其中肯定有问题 放心吧 兵来将军 水来土掩 听说王上要将女将军封晨月 召回封都了 封晨月在边境可是有了女王 麾下十万男儿都听她一声号令 她真这么有本事 封老将军老年德女 但十万封家军还不都是陪着她玩 她身为女子在封都围观 叫懂得封都的规矩 我自会找个时间 好好教教她 有一位极星 这位极星 生地不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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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你所练的是悬天剑法 此剑法已快剑场 普天之下 我所知会的不超过三人 可以娴熟使用 更是难上加难 封某佩服 多谢将军夸奖 来 和我比比 前生今生来生 与你相遇在 每一个梦里 苦枪缓满天流云 掌心为光 谁眼中高明 为梦不舍离去 此情为你在 心上听起 下一世 与你永不分离 前生今生来生 与你相遇在 每一个梦里 枢枪缓满天流云 掌心为光 谁眼中倒影 回眸不舍离去 此情为你在 在心上听起 这一世 愿与你共存天地 这一世 愿与你共存天地 将军好剑法 是你让着我 过几日我要回丰都 你当我的侍卫长如何 多谢将军 只是将军在封都中 应该不需要 我这种士兵 你先不必急着回答我 明日急着 到时候再给我答案 陈悦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真个个 陆大人 我与将军有要事要说 属下先告退 刚才我的话没说完 其实 我收到了父亲的密函 似乎封都有一些大战 对你的战功赫赫很不满 我父亲又 明哲保身 离我远点 我当然不怕这些流言蜚语了 但承渊 此次回封都你务必要小心 我身为建军士 恐怕 没办法随你而去 回封都比打仗还危险 你身边没有帮助你的人 以后凡事 都要留一个心眼 知道了 谢谢张哥 将军 你明日前往封都 得好好准备 龙颜 将军 明日我与你一起返回封都 明日我与你一起返回封都 这个也是 好熟悉 我都偷渡了 谁都会想啊 我都说是 走 我都带了 我都会返回封都是 我都不准备过 我都不准备过 我都不准备你 我都不准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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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uld call me 我都不准备过 御迟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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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眼 客官 您再茶 将军 这都已经是第三壶茶 四盘点心 两份瓜子了 这吃也吃饱了 喝也喝好了 饱了九天哪 咱们现在就快马加鞭 赶一程 天亮就能到达丰都 随后沐浴敷烈 明早就可以面见王上 不要 早点见丰都休息有什么不好呀 龙眼 你快劝劝将军 龙眼 你觉得呢 将军是想 如果王上知道我们九天就能赶回丰都 那么下次就会命令我们八天赶回 所以我支持将军的想法 我们只要第十天赶回即可 你们烦是 烦是想把梦梦就怪十八万 我真是服了 可是将军 咱们总得找个地方沐浴敬脸 打理一下在今天面胜吧 嗯 嗯 你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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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